RGB LINK 20X POE 透過一個POE交換器 就可以直接供電送訊號至我們的電腦 我們現在走的是導播系統 搭配的是RGB LINK 首先第一路第一台 第二路第二台 第三路第三台 第四路第十台 那麼我們可以進選單去 選單裡頭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設定你要的這個相機的遙控位置 我們今天走的是VSCA 這裡 放上去就可以用了 我們全部都幫你設好 那你如果說有控盤的話 記得提醒我們幫你做設定 但是我們很多的客人都是專業的 他們不需要做設定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做遙控器的部分 遙控器的部分按HONE 它就回家 上 下 左 左 右 右 右第一個點 來 Preset按下去 1 好 Preset1 預設位置1 好 第二個點 對焦 由於沒有對到焦 因為太近 我們可以介入手動對焦的方式 按手動 老師看好喔 這個不得了啦 這對下去之後就永遠 就不會食物 保證重 好 Preset2 好 各位看 1 2 神對焦 好 哈哈 這兩邊未差1.5公尺 可是呢 保證準焦 不會失誤 這叫手動定焦的方式 定好 再來遇到臉黑掉怎麼辦呢 按下去 它就會增加EV 再按一下正常曝光 通常我們遇到燈光 在後面的時候 遇到臉黑掉 就麻煩做這個動作 好 1 2 總共10個點在這邊 手動對焦很重要 Run in run out 也可以 好 那由於這個是 就是有效焦距的部分 他們的設定 都是在大概3-50公分 是對不到焦的 太近距離的微距 就要用手動介入 它可以把一塊錢拍滿 一塊錢拍到滿畫面 可以做這種教學 食物投影的能力 很強大 好 那1 2 3 4 這是段數 好再來我們進選單 選單在這邊進去 進去之後呢 你們可以依照你們自己相機的這個習慣 曝光 顏色 圖像 聚焦 這樣照風格 都可以改 那其中有一個比較特殊的功能 是這個叫做 圖像凍結打開 圖像凍結打開之後呢 各位看它變成TAC了 它變TAC TA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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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師有沒有發現中間的過程不見 嗯 呵呵 這個功能叫做 圖像凍結 有時候你的比較靜態你可以 只有一台機器要應付的時候 你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讓人家覺得你很多台攝影師在做事 這是有一種錯覺 都沒有預計的這個畫面 好的 那我們現在到這邊呢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裡叫做控盤 控盤呢 左右就是跟打電動一樣 輪映 好 這也是太近了 距離太近了 我們可以用手動對 自動對焦看看 自動對焦因為太近 它也是會有焦不用擔心 那我們這邊就是 1 Preset 射進去 就第一路了 Run out 2 Preset 第二路 遙控器跟這裡是分開的 各過各的 call 近焦 call 近焦 好 第三路 準焦 好 來 3 Preset 好 1 進去 call 相機 2 call 3 call 懂了沒有 因為近距離的對焦 會誤判 這個時候呢 我們用 手動接入的方式去處理 好 去處理它 阿飄這要怎麼弄 因為是要那兩個 但它沒反應 沒反應的話 就是遙控器接入 好 要讓它去call 遙控器接入手動對焦 好 Preset3 不要讓它用自動的 你可以去指定它手動 轉焦 你如果是定點的話 它的焦呢 那我剛剛就是沒有存到 好 再一次齁 3 Preset 好 2號 3 欸 這下有點奇怪了齁 我們在研究看看怎麼一回事 3 Preset 1 1 2 3 3 1 1 2 1 2 3 3 2 2 3 3 3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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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5 5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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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5 5 4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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5 5 你必須要先 手動 設為手動 好 它才是對焦 那其他的沒有功能 其他的沒有功能 其他是屬於其他的 那個其他 叫HD 錄影機的部分 好 全手動就是變成全手動了 好 以上 Preset 就是讓你可以微距 也可以 進行 準焦的一個功能 它就會 準準的進去 控盤 主機 那麼 再來就是到這裡 到那邊 我們一條線 進到導播機這裡來 那這裡是POE 好插進去 再給我一條線 從這裡POE出來 接到這裡 我們就可以進行控制 好 我們下一集再介紹 靠